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劣势 第二有强开 而且强开不限多少好吧 越多越好 现在比赛越来越重是一个就是非常无脑的一个开团了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说一个阵容啊 即便你有什么像沙皇啊或者小炮这种 可能后期比较翻盘能力比较强的阵容 但是往往看到 真的后期好难翻啊 因为对方忙忙多的这种开团 然后节奏点又是什么开车位移 他就抓你的小团 然后他不跟你打正面团 他就完全带死你 很难受的 是的 最近看过很多比赛就是很多队伍都想选这种 保后期啊 什么打后期的这种 保牌这什么东西啊 那两个 让自己的手肘获得更加优秀的支撑吧 男套 这挺骚的啊 这是自制的 弄两个板子 下次我们把自带两边也放两张桌子 这个应该有加成啊 我觉得 加成吧 上一场自带确实打得很漂亮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 就这就是队伍获胜比赛的一个方式 你不能说完全是依靠谁 而他们之间都有联系 对 对不对 看一下 这边排卫尔回来和队员进行一下沟通 确实我感觉RW现在还是需要中野打出这种节奏 或者说先手 因为他们中野是他们的节奏王牌 如果说这样一对王牌的话 在前期没有办法带起节奏的话 其实不管老贼也好 还有MOS也好 他们的节奏能力是不强的 是的 其实MOS跟老贼两个人的话都是 发育起来打团 对 他们是属于需要队友来把节奏打起来 你告诉我我干什么 对 我能干得很好 然后我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能够出色的完成自己的任务 其实他们不算是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节奏点 或者说帅才 他们是属于这种将才 对 他们是属于这种就是队内很强 然后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能打得很好 而且我刚才真的又想了一下 我本来想说上一场比赛 如果说Flawless在取得优势之后 再上路反蹲一下 但我想了想 没用 巨模反蹲反蹲不了 反蹲不了 他巨模反蹲只有一种 他又是柱子打断扎赫的意 对 他只有那一种 只要让扎赫跳不起来 或者说打断对方的一些位移技能 是的 他这个反蹲就真的是过去 撑死了能换一个 就本来从零换一变成了一换二 那其实对于你打野来说节奏又断掉了 RW下巴得抢一些强开了 抢一些强开 抢一些强开 就是不能一味地说我拖后期 然后去打一个后期阵容 而且我觉得在对线方面的话 还是要打得更加的强势 是的 最近RW确实遭遇了一些问题吧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 这赛季才组建起来的队伍 现在这样一个状态 或者说跟他们排名 已经是很好的证明了他们的实力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丰富自己的打法 对 他们现在遭遇的问题就是 自己的打法被研究透了 对 然后其实他们这把也是有所改变 你打一个三合嘛 打一个三合 但是三合在前期的线上 遭遇到了RNG的一些强势的压力 我们这样去理解这句话好不好 他们的三合打的不如四宝一 他们四宝一的功力比较十重 那可能他们三合的熟练度 三四成 他们三合打的真的不太熟练 而且这个阵容选的有问题 阵容选的确实太被动 太被动 看一下吧 双方的第二场教练 RNG的蓝色方 黄子卡兹克 这是巨魔吗 三手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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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又搬了一个奥拉夫 而且 小狗拿出了霞 抢霞了 抢霞了 这个的话就逼着RW你拿不拿洛 而且RW这里没有去针对霞洛 就是源自圆 塔姆还在是不是 塔姆在 这边RW要不要抢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不抢塔姆吗 他们想打主动一点 拿老牛跟猪妹 这边RN是洛肯尼要选 然后在第三选的话 要拿打野 不拿霉了 要不就蝎子或者扎克 不拿霉了 这真的是不拿霉了 这个KASA这个扎克 我觉得用的是真的挺讲究的 他这个扎克节奏挺好的 RW这里在 这里有没有什么AD值得抢的 我在想啊 没有自卑搬了 只有女警了 女警 如果抢女警的话 下一轮RN可以加扮扇子吧 对 这就是一个问题的 RW在这一选 还是挺不好抉择的 船长啊 给光匠拿一个线上 首先不好被针对 那我感觉RNG这里 应该是要把女警什么 全扳掉了 半C位 全扳掉了 纳尔 先把纳尔扳了 对 这里扳 船长怕的 女警 小炮 嗯 RW还有什么值得选的 我想想 EZ 其实RW这把AD 如果拿船长的话 他们选择范围一下就广起来了 对 他这把甚至有一魂拿进 对吧 对 其实进的话搭配船长老牛猪美 也是个很好的体系 所以RNG现在也是选择了 先把先办中路 对 先把你中路 没毛病 最百搭的一个 啊 这个船长抢的不错 搬了两手船长 非常怕的 这里搬了剪辑那青昂赢也搬掉了 那这把姿态的选择乌鸦吧 我觉得乌鸦 乌鸦可以 这把姿态可以拿乌鸦 RW这里会不会 直接拿乌鸦打中啊 哦 对不对 乌鸦打中是可以的 直接拿乌鸦打中 然后最后一手再补AD 这样的话RNG 其实在半pick上 这把感觉要吃亏的 乌鸦打中的话 RNG可以拿一手蛇女 搬了 RW这里应该先拿AD吧 我觉得 再拿 再给DUMI一个counter位 哦 这个英雄 在我们赛区不多见啊 但是在欧洲赛区 特别是Fnatic这些队伍 很喜欢用这个英雄 是的 Fnatic那天打那个Vita的时候 也是这个英雄有登场过 但 但这个英雄 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这个版本 说实话 手有点短 不过他这个挺刻狭落的倒是 他至少有个护盾嘛 对吧 马哥这把决定 拿一个自保能力 比较强的AD 其实自保能力强的话 哇 拿蛇女了 那上路 这里RNG上路拿个乌鸦 其实这个蛇女有可能打上的 对有可能打上 上路蛇女 中路再补个乌鸦之类的 中路再补一个比较不太怕counter的 家里奥 家里奥是不是还赛 嗯 家里奥可以拿的 家里奥还赛 真的可以 家里奥 乌鸦 蛇女加乌鸦 蛇女加乌鸦 那蛇女应该上的 蛇女可以打上 蛇女绝对打船长是优势的 前两天RCK有一场比赛 好像是打 哦 ksv吧 对对对 那个蛇女单杀了船长两次 金选手的维克托 有两把刷子的 老朋友了 这是有名号的 这个是他的鸭箱底之鸭箱底 中级鸭箱底 就箱底底下还有一层木板 还有一个暗格 下面藏着三个字 维克托 拿出来了 确定了 这个真的是老 哇 这场有意思了 哎 好想看他维克托 他之前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这个版本 招牌招牌 装备的改动 对维克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 而且他那个Q技能 对于护盾的一个加强 我觉得还是 对维克托的一个走A能力 有提升的 不是上路蛇女啊 啊 哦 那是我觉得乌鸦打维克托 不好打呀 其实如果纯论对线啊 蛇女打船长 成绩是好打一些 对 也没问题吧 因为姿态比较擅长乌鸦 反正哈这两个点 对吧 这两个点 都可以打中上 就如果从两个选手的熟练度来说的话 这样选是非常OK的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场比赛 除了机选手的维克托之外 我觉得我还比较期待的是 小狗的侠恋的怎么样 对 小狗那天是使用了一场侠 但是结果不令人满意 而且那天 整个的BO3 感觉RNG的状态也是非常差的 所以之前我们在大概一周前的比赛里面 还专门说过就是为什么小狗不拿霞这个问题 对 然后当时的话小狗确实有在练 他平时打的过程当中呢 就感觉就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什么相性不合 你知道吗 你想小狗两个ADC不玩 一个当年的厄加勒 一个现在的霞 但是为了这个版本嘛 因为现在版本不会玩霞太吃亏了 对 现在版本的话霞应该算是第一下路 霞加洛吧至少 在老贼有什么不玩的 他 他好像没什么不玩 好像没什么好像确实他是玩的稍微多一点 霞路相同 霞RNG 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以 这个RNG直接组成了一个路子 比较有创意 比较有创意 你可能会收到这个RW那个做海报美工的offer RW那个海报美工顶尖 业内顶级 那个美工真的是每次都是 他有一些很好笑的一些隐藏的梗彩蛋 是的 等待你去发现 这边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双方BO3的第二局 而且这边我们看啊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就是对于在打野扎克这个点像 不过先给我们的观众一些加油的时间 阿姨 加油 阿龙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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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亲爱的咱们都凉了 不要加油了 哎 我现在还说 哎 老贼这个位置 很危险 他抓紧能了 哎呀 死了卡洁又 哇 这波鸣怎么跑到那里去赢了一波 难受了 这波正在我们新场两边选手加油 包括TSM的一些声音的时候 鸣怎么跑到了一个很阴险的位置 这波小鸣的一个选择 而且 而且双招交了呀 对 这波有点少 而且本来我们说轮子妈在线上 特别是前期的时候是特别弱的 其实 他只有慢慢的推线 等一起来 而且轮子妈家牛头 本来就很弱 是弱中弱 这两个点 这把线上又不好打了 上把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线上没打好 这把上来是 首先就是一个 哎 困难难度开局 哦 若是回家了 他补了一个不假 很变态 猪妹的话是 我们看他怎么过去的 哦 刚才我确实欣赏加油 没注意到这个点 还等 对 还等WCD 等自己WCD 这好阴啊 这还正好是一个就是 视野盲区里面 突然冲过来 这是跑不掉的 这一下确实是 这是一个一一团的设计 对 主要治疗那个血量没弹起来 因为交流点 对 看两边的一个符文情况 姿态也是带到一个艾黎 然后下路的话 老牛是带一个余震 他可能觉得这把下路压力比较大 是的 没有选择带一个起风的秘籍 我们看到金选手的一个维格托 是 还是带艾黎 加强一下 线上的能力 弗拉里斯这边开始控核道了 他这边的 节奏还是没有受到影响 他是上半不开 但是这边还是反应 反应一下视野 哎 正好撞到了 这边要打起来了 下路的话是二级的 老牛先抬起来 但这边是领先装是静静的 而且弗拉里斯这个位置很尴尬 必须要交散了 如果被抬起来的话 就非常的危险 主要是正面牛头的二连已经交过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靠一个二级的西威尔 是打不出伤害 RW只能打3打2 他们3v3打不过 3v3打不过 3v3二级的落霞还是很强势的 但是RW这把明天感觉到主动多了 对 看一下维克托的天赋 哎呦 这边下路的局势还没有得到缓解一个 二连这个二连不错 那些两个人 明这边也是直接将W往后拉 现在3v3主要把等级打起来 就推线就可以了 是的 看起来这波猪妹虽然说没有帮到太多的忙 但是至少缓解了下路很大的压力 毕竟下路是天然不带超高上线的嘛 对 在中路的话维克托虽然说 在线上的能力没有像蛇女那么具有压制性 但他能混 这个英雄也是像发条那样 因为他线上只要稳住 他后期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过这个版呢 维克托确实用的 哎 比赛里面用的人还是不多 不多 这是在LPL里面的第二次出场 最近的比赛都没怎么见过 这边老牛在二连的话 哎 有危险有危险 这一波的话想找机会 但是如果二连落的话是没前途的 是的 想要杀 但是又在这边有双招 哎 其实这波实实真的也杀不了 我觉得 不能浪费时间了 体难杀的 我觉得不能浪费时间了 要去刷野了 这波杀怎么杀啊 明这里又有W又有E 只要小明这边不交W 这个是绝对杀不了的 还是算回家吧 下路其实现在稳住就可以了 而且现在推线已经占到优势了 对 就慢慢发育就行 霞洛凶的话前两级是挺凶的 但是轮子妈这边等你起来 就可以推起来了 对 推起来的话你也没办法凶 我不跟你对拼 对你对拼厉害 我不跟你对拼就行了 哎呀其他两条线吧 上路打了个五开 中路这里的话是有一些压刀的 小虎这边的蛇女 还是要打出线上的压制的 是的 是他这个老乌鸦 看一下这把的发挥怎么样 毕竟这当年是被队友选错了英雄 拿乌鸦赢的比赛的男 就紫海跟乌鸦这个英雄一直很有缘 有缘分 那一下真的是把我们都惊呆了 他可能前世是三眼乌鸦 三眼乌鸦什么狗 就是眼睛多就觉得很帅 没有这个是一个冰火之歌里面的一个歌 现在小虎在中路的话也是 这边视野被发现了 弗拉斯这边是共下上路的视野 弗拉斯初期的这几波 有盾有盾 这个盾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弱这个W他是在没有R之前 哎这波要出声了 没盾了 双招没有没盾 Smart在这边 还好 这个不想抗塔 因为那边一点兵线都没有 治疗有 闪现差一点点Smart在这边 治疗有的话 其实伤害好像 不够 因为刚才鸣的话 W应该也是差一点的CD 还是算了 主美回去继续刷野 其实刚才他下路 蹲的段时间也没有让自己的发运拉太多 不过扎克捐缩入侵了 上一把被入侵的仇要好好抱回来 五级打五级 这边有视野 这个视野留的好 完全看到了 很难受 先吃个果子 两面局面僵住了 现在的话对线没有像上一把打出那么大的一个差距 不过现在在中下两条线上的RNG的补刀还是有优势的 其实上一场比赛初期的优势 同样时间点的话 我觉得没有现在打吧 同一时间 现在才几分钟 现在才七分钟 因为上马的话是前期的月塔那一波打出优势了 是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看 直接是中路维格托交大招回家了 因为他这边也没有传送 所以得抓好时间回家 维格托也是向版本低头 必须要做水滴 现在不做水滴的中单感觉真的天然落后别人一线装备 即便像维格托这种有专属道具的人 他都必须要做妥协 先叠出来就厉害 因为你毕竟考虑的是中后期 你一个AP在团战里的伤害能够 不过金选手的维格托确实值得期待一下 当年的话 他可以说是我们联赛里面玩维格托最好的最好的 维格托真的抢来 放真眼了 看到了 看到了 这边可以保护一下Casa回程 RW的话现在是对线 包括一个一血钱 是落后了一千左右的经济 而且上路好像又有点小压制 不得不说今天姿态状态可以 对今天感觉RNG整个对线 我感觉就精神头就很足 这个皮肤好帅 对 他这个应该是跟射魂一套 他这个大招挺酷的 现在中路的对线的话维格托等级起来 然后他需要进化自己的异技能以后就好打了 现在的话这段时间蛇女还是比较厉害 这边也是摊一下草 看里面有没有真眼 现在其实对于姿态来说的话 他比较喜欢压线 对 他自己的防干克意识和眼位 就必须要给得特别足 对 不过这把船长配合猪妹干克在六级前确实挺弱的 不像青钢一种英雄 这边要抬了 但是被Killow一个W躲掉 这波打得不错 又再被挂到一个点燃 曾宝队赶过来 猪妹也是一个QR 太远了点 因为这边又在交闪现以后 可以把鸣拉到一个很远的距离 但是蛇女赶到 这波很危险 RW的下路双人组能跑吗 再给W的附定 曾宝队赶出来 闪现 躲到对方的技能 Killow这边是交闪 但是又被拉了过来 闪现的带 带了回来 这样的话一血 而是二血被U在这边再次拿到之后 说实话这场比赛RW有点难受了 因为这是他们船长大招 以及猪妹大招的第一波 很强势的一波 就是很强势的一波 然后被反打了 开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勉强 因为第一时间猪妹跟不上 而且开小狗这里的话 给到一个喘息的时间 对 是让小狗把自己的大招交出来了 大招闪现交出来以后 RW这边就必须要赶紧留 哎呦漂亮没了 这波的话是 就打你一个心理防险 就是你以为回尘了 但实际上在这边埋伏了一波 看一下这边 他的侠的胜率 一胜两负 对 因为之前U在也是在联赛里面 我觉得去年应该有用过 但是效果吧 就一直没有打出来特别好的那种 他一直不是很喜欢这个英雄 对 而这边多云币维格托 上一次登场是在17年的4月18号 已经是过去将近一年了 真的是 马上一年啊 久违了 久违了多云币的维格托 这个有属性加成的 是的 这把的话RW确实还能打后期的 他们只有后期感觉不弱至少 说实话这个后期的话就是 西维尔加维格托 因为说实话 这两个C位是肯定没问题的 乌鸦跟蛇女这两个英雄啊 他们中期厉害 但是他们后期有个问题 就是手比较短 对 维格托这个英雄当年拿出来 就是为了克人那些手短的AP的 是的 而且上路又有一个船长 对 团战里面是有着无限种可能性的 所以RW这把的阵容 可能后期比上把更有讲究了 现在就是能拖到后期 那对于RW这是个好事 不过还是那个问题 RW在最近的比赛里面 他们前期做的不好 对 在这把你看前期的几波的节奏 又是没动起来 这边又是二连起来 但是没用 打不过 这个二连起来的话 把眼拆了 把眼拆了 对 朱梅在旁边继续做反蹲 是的 这边路还一直去 骚扰这个老贼的C位 很难受 现在不敢打 因为蛇这里大招也有了 而且这样的压线的话 朱梅如果想通过远程的QR来开团 虾是基本上能够躲掉的 现在对线已经被压得很难受了 但对于RW来说 他们这个阵容后期确实在控制和进场方面 开团很强力 传想大家会减速流人 牛头直接上去就能够开起来 但现在RNG确实像你所说 他们这把线上优势比上把可能还要大 对真的是比上把还要大 他们这个对线直接打了2000 涨仅3000左右的一个差距 牛头就立想配合朱梅了 又来吧 但又在这边有大 真的能杀掉吗 欢迎很快 骗掉了所有技能 这边有反打了一个导勾拉满 帝拉这边总有大招的抗住对方的伤害 这边可以陷下老牛 老牛应该是逼死了 被姿态勾回来 哇小狗这波好自信啊 我的天哪 他走上去让你放技能 他真的就是卖的 这一波说实话 这一波大节奏 有点走钢丝的 有点走钢丝的 这一帮感觉又有点炸掉了 你想猪妹和牛头这个二连 挺快的 反正就我是给你躲不掉的 看到没有 这是年龄上的差距 你是老狗呀 你是老狗呀 老狗也有几颗牙嘛 对不对 老狗也当年也挺凶的 当年也挺凶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就每天吃吃吃吃狗粮就行了 这一波看下落 这转眼就真的是真的是卖的 哎呦真的难受啊 这一波打太漂亮了 倒锅拉满 这倒锅舒服了 而且也不急 现在RW好难打 医学塔也没了 人头线上落后也很大 现在RW陷入了一个 野塔一条龙 僵局僵局 这 这真的是难受 这真的是难受 主要你看线上12分钟 打出了4000的差距 是的 太恐怖了 这个就是现在版本 真的如果想要成为一个顶尖强队的话 你的对线的 对线的优势啊 然后包括初期节奏 就是打一个中线7 你阵容固然后期厉害 但是往往你是扛不到后期的 对 对 上落 二连起来 效果这边是没大招的 这波的 但是有队友反对 哎呦天呐 全是节奏 帽子这边交出自己的闪现 而且不得不说 卡萨的扎克这两妈表现太惊艳了 对 卡萨他是很擅长打这种节奏的 而且中落 这边没 定住了大招 这也能定到 这个边缘位置 但是说实话 现在由于他必须要出女神类 还不行啊 再加水银鞋 这进化得进化到猴脸马月啊 他这边 这三千块钱什么时候能摸出来 哇 这个说实话 维克托不进化的话 太难打了 太难打了 他第一段 钱是最多的 他没有那个钱 一直拿不出来 然后他一直在等 他第一段进化不了 他清兵 清兵都是个问题 说实话 这一把 很难打了很难打 但是找不到点了 这把节奏比赛马完美太多了 对 这第一条小龙 然后医学塔 四个五个人头 这样俠虎先锋 这姿态也是在中路给压力 DWB这边没来 一个W没有减速到DWB 反手一个立场 逼退了姿态 但是中路塔的血量已经极其可威了 这把小虎对线也是打出了不少的优势 是的 现在RW整个的局面是非常的被动难打 这边过来守一下自己的蓝 蓝应该是可以守住的 哇 这还要留一下吗 哎 留过头了 被一个Q技能偷到 但是姿态这波 这波能不能杀 没有被一技能减速到 哎 姿态这边的选择还挺聪明的 但这个回选能力有点强 我的天哪 被都打出来 哇 还好 这里的话 山还是够的 已经拖了三个人的时间 不过拿到人头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好事 被维克托补了一口血 但现在整个的局面是RW是一个溃败之势 三条线的一塔都是被RNG拿下 是的 然后整个的经济差距已经是拉开到了 五千多快六千 看一下几条线的领先吧 下路 下路是领先幅度最大的 下路两个人经纪领先了三四千 是的 哎 这个局面反正又不好打 RW主要第一波 没有制裁到霞洛的话 就感觉 主要 主要是一选还是被设计了 被安排了 被 一选真的蛮难受的 对 而且RW是不是觉得RNG今天不会选下 应该是 对吧 因为他们放出来感觉好像 做的准备不够充分 因为前两天霞的表现刚刚是不太好 对 啊 闪现交扬了 没有留到 这边两边都是交闪 明显感觉好像应对不是特别的给力 没有想到 这个下路组合也拿的相对 不是特别的强势 说实话这个下路组合有点难 就是 不考虑对线了 就是有点不考虑对线了 就是考虑 就是我发育起来以后跟你后面打团是怎么样的 当时没有办摩格纳跟女警吧 如果说你在对方拿到霞洛的时候 连塔姆也在呀对不对 你第一选择还是摩格纳加女警 我现在觉得下路这个霞 就是摩格纳女警能打 其他组合都不好打 是的 摩格纳女警的话 你还必须要打出这种线上的一些推线权 要把你发力点还没变得提前 霞洛这个组合现在还是一个挺难针对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为他们打顺了以后 对他们就可以化身为一个节奏点 而不是像传统的C位那样 你得刷到个三件套 然后再去打团 对霞洛特别是落这个点特别能带节奏 是的 这边直接要放先锋之眼了 要对二塔了呀 上路上路这边是赛来保 扎克如果在的话 蛇女也来了 这边蛇女还可以 这边可能一波对面了 要吃一个石化 这边要死了 没闪现怎么跑 跑不掉了 跑不掉了 小虎拿到一个击杀 那招的话上路的防御塔 还好小兵不就被清空了 这边也没有兵线了 没有兵线的话应该是可以守住的 对的 正好走到小虎的脸上 小虎这边就反手一个大招 而且姿态治理的话 这一场确实是又牙治了一下单人队线 姿态这个选手确实对乌鸦的理解 嗯 是比较高的 挺到位的 挺到位的 那上路这里再不走的话就要出事了 上路蹲起来了 这边 帽子是没有闪的 这边抬 蹲 挡一下走位扭掉 但是伤害一灌死了 大杀特杀的悠哉 老牛快起大招 在塔下 应该是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是 他们就不理这个老牛了 直接选择了拆二塔 蛇女在中路也是在给兵线压力 中下两路一直在压制着二达路的兵线 是的 大家不觉得在十几分钟已经落后将近 九千 这个这个太夸张了 一万了 这个太夸张了 这是我们说到 在拿到优势以后 不停的进攻 永远好过 你在防守 你在搓 你看 霞上霞现在已经303了 上路已经打上了高地 完全没有给到 维克托和这个西威尔发育的时间 今天学生感觉RNG整个的对线 跟前期的节奏 打的比之前几场要好太多了 他风格有一个变化 对 相当于之前来说的话 也是打出了他们久违的这种 还真的是久违的联动 久违的联动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人头 非常地整体这边过来 又来了我的天哪 又想动死马尔贼 死马尔贼这边被摔到 减速到 没了 哇 好难受啊 这把马哥 下路还可以拿一条火龙 这把马哥被安排得透透的 选择很多 一级安排到了现在的几级啊 真的 太难受了 今天RNG的准备也挺多的 准备挺多的 这边拿到下路之后的一波 这应该怎么说呢 一波小小的套路吧 哎 这一波上路是想去进行一波gank 看到了 直接怼到 蛇女被打出被动 配合维克托的伤害是很足 但是交出闪见反向一个大招 有 有之前使 这伤害有点不太够了 完了 队友来了 队友被持不住了 这个维克托就打那一套 他现在没伤害 现在两个人过来 所有的技能全交的情况之下 依然 载不掉一个蛇女啊 经济已经快一万了 现在RNG基本难翻了 这把太难翻了 这两把RW的前期打得太差了 太差了 那现在中路也被 你看他们每一个点都是节奏点 这个就是完全打顺了 就不用说谁这把比较carry 没有 他们每一个点都是带节奏推塔 这20分钟要秒龙了 我告诉你 真的要秒了 20分钟秒龙了 来了已经 这边蛇女姿态扎克三个人就能打掉了 这边你看优呆跟迷两个人的 这个动作就感觉很明显 就感觉队友在打龙 这边唯一的希望就是 Flawless能不能抢掉这条龙 但是这边RNG选择解开 这边有没有机会 RNG起来 又在这边还有一个倒勾拉过来 哦 双人路就被抬起来了 老牛 老牛的血量 这边挂了点燃能死掉吗 哇 身体过来一个 是的 这一波其实在第一波的交战当中 我们明显感觉到RNG双人路过去 对 和人家正面较量 这个 一百血 还没成绩啊 这边过来 卡萨坐一下 哎呦 直接拉回来 东云币被秒了 哎呦 这发现已经结束了 已经成为一个碾压局了 这罢了贼被追到 又是一个一厘米翘 很舒服 减速 帝国时间打到 但是穿上这边也是打出一个桶 一个加速的效果溜掉 姿态 13 这边还没有回家 还直接继续上 又是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吗 确实 现在RW这个装备的差距 你看这个血量都不补 直接就硬上了 因为对方的下 下中都不在 这蛇女过来 还没复活 直接先破一路再说 21分半 这把一个碾压局了感觉 真太碾压了 还不了手啊 感觉这一把打的 这一把 你看猪妹是比较被动 船长需要刷 维克托需要装备 西威尔就不用说了 西威尔是一个更需要装备的 那其实依然和之前一样 没有节奏点 唯一的补足是 在辅助位置上面 拿了一个牛头 有一定的开团能力 大龙轻松拿下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追击之势 非常舒服 现在有点夸张了 现在确实整个经济的落后太大了 现在对于RNG来说 比较有利一个地方 今天RNG一个狭路的发挥 对 这样一个表现的话 其实对于他们今后的季后赛的对手 也会形成一个威慑 一个威慑 或者说BP上的一个限制 对 你不能随便放了 你不能说你打RNG 完全不考虑他这样的狭路 那这场的一个发挥 证明RNG是可以拿这样一个组合的 而且效果完全打出来了 这个确实可以丰富自己的体系 也让对手的BP更加难做了 这个对于教练组的BP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是的 那这样的话下路配合着WBP直接上高地 这不挡不住呀 走上来打 朱妹跟船长还不都不在 这边整个RW已经有点溃步成军了 船长跟朱妹在那边想抓谁呀 这边是一个落单的 能不能抓死乌鸦 乌鸦这边还有个金身 金身开起来 但是回复能力 哎呦抢救不上来了好像 哎扎克过来 哇 回上来了 扎克即时赶到 虽然被朱妹打到了一下 但是这边空的效果 还可以出 姿态拿到一个双杀 这边老子被秒了 这边可能被移拨了 老子这边交治疗 拉开一下盗勾的位置 这里直接要打萌芽草了 没了这真的是没了 这后面已经各种秀了 差一个超神 小狗用他的霞 在这场比赛里面 是直接拿到了超神 拿到一个806的完美数据 也恭喜RNG拿到了 这个Bu3的胜利 说实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因为对于RW来说 我认为他们第二局比赛里面的调整 至少在整个的 就斗志上面 我觉得可能不能打得这么的 就输得太彻底 说白了 输得太彻底 而且两支队伍 都是在最近的比赛里面 遭遇到了状态的部分 看得出来 RNG的调整能力上面 还是占到了优势 这场比赛的调整 非常的优秀 现在对于RW来说 这就是一个心态 跟士气上面的调整 是的 他们经历这波三连败之后 相信他们的队伍 肯定会暴露出一些问题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 心态 一定要稳住 不能说 因为这样一个三连败 怀疑自己 或者说 失去自己本身的一个风格 我觉得对于RW来说 就是你接下来要做了什么 你四保一 你可以打得很好 同时你还有第二套 其他的战术 能够让对手文风丧胆的打法 今天整个 对 打得有点军心涣散的感觉 军心涣散的 因为第二把的话 直接就前两波打完 就真的有点放弃抵抗的感觉 对 有一点真的有一点 说实话 第二场比赛 在一开始交掉医学 并且在第一波的交战之后 你发现RW就是在苦苦支撑 当他们发现 两个人去杀乌鸦 已经杀不掉的时候 真的是内心充满着绝望 就感觉心态崩了 心态崩 真的四个四行为就是心态崩了 心态崩了 现在打的心态真的有点问题 现在对于RW来说 他们已经是稳坐东部第二的位置 是的 后面我觉得需要调整的是 季后赛 他们是有一轮调整的机会的 对吧 他们可以 稍微的总结一下 而且真的 卡萨尔扎克吧 就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非常的惊艳 他确实是一个很全面的打野 而且我觉得扎克 他就打得很聪明 他知道该去哪一路该帮谁 而且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 弗朗里斯是一个 进攻的石肉型打野 其实在第一场比赛的侵略性 在一开始是直接反掉 就前两轮的蓝buff 全部是弗朗里斯拿到的 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扎克 在团战里面的 团战里面的控制 和初期的节奏 这样把这个经济曲线 就感觉很舒服了 就直接就是一个四五分钟 开始就滚起来了 这个是属于现在这个版本的答法 完全一个学生 而且二十四分钟 直接结束比赛 也就证明了这把 确实RNG在前中期 得的压力很足 而RW这边 基本上在中期就直接放弃抵抗了 是的 现在RW的确实是需要一个紧急的调整 因为季后赛将近 他们作为一个东部第二的队伍的话 我相信他们对季后赛肯定有更多的展望 对 而对于RNG来说的话 这场比赛获胜之后 他们已经确定以东部第三的身份进军季后赛了 好 东部第三就是要面对 如果进到季后赛 就是要面对西部的第四 对 如果说这个这场比赛 他们其实如果是输掉了的话 其实在后面还存在着被苏宁超越的可能 但这场比赛只要拉下来 已经是稳稳的东部第三的位置了 是的也是恭喜RNG吧 今天的这个BO3确实让我们看到RNG久违的这种联动性 这场比赛是让我们看到了久违RNG的打法 对 这个是属于他们的打法 这是属于他们的打法 就是首先AD位它可以作为一个发动机 但是在中上野节奏上面的联动上 这场比赛上我们看到了熟悉的感觉 也是结束了这段时间的一个颓势吧 然后更让可能RNG粉丝欣喜的是 现在RNG的下路这个狭落组合 拿出来的效果我觉得已经是展示给大家了 而对于RW来说的话 那么正所谓有人欢喜又有人愁望 RW依然是在自己的连败状态当中 是的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 其实RW需要调整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对内氛围千万不要出问题 就不要去怀疑自己 更不要去怀疑队友 那么问题摆出来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看得到 那么如何去解决 就是成为接下来你们要面对的东西 而不是说去觉得怎么怎么样 在一整个赛季里面 你是需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对 你如果因为一些小的问题或者一些坎坷 就直接丧失斗志或者说站不起来的话 那整个的赛季可能就就此交代了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 会因为这样就站不起来的话 其实你也不可能拿到冠军 对 作为一个强队 我觉得需要调整能力 需要调整能力 看一下这场的一个MVP给到了 这场霞获得超神以及MVP 我觉得是对小狗最近 努力训练的一个最好的诠释吧 对 真的就是你要是多练 然后多去想这个英雄 然后在比赛里面勇于去尝试 对 我觉得你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至少这场比赛我们所看待 看在眼里的是 对 他的操作呀 确实操作是原来有进步的 对 操作呀整个的节奏 霞落的这个感觉也出来了 尤其我觉得下路的那一波 真的是好自信啊 我觉得那一波应该是要 进一下这个急紧 走上去 而且你看 猪妹的大招和牛头 其实都在他旁边 一瞬间他挤掉了 对 还真的是挺走钢丝的 当然记得背包 小狗 现在洋装面无表情 这个时候就不能表现的太高兴 对 显得很轻 这个时候表现的高兴 就感觉你很在意 对吧 越冷漠 就表示一下无所谓 应该的 我的霞就是这么强 装一下 装一下 差不多都有感觉 就给季游赛对手装一下 敢放霞 超神 其实这场比赛 我觉得意义真的 就对于两队的排名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场比赛 主要还是季游赛的一个准备 对 现在已经确认第三了 那么在季游赛里面要面对RNG的对手 现在这场比赛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 就会想一想这个BP该怎么做 BP该怎么做 因为以前的话RNG就直接半霞或者落 那今天拿出来这个表现的话 如果选到确实效果还可以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应该这场留给季游赛 对吧 如果是战术准备的话 还是要练一下冰子呀 可能一上来就直接季游赛对吧 也有道理 如果说这一手留在季游赛 可能会像今天这场一样 就是我不搬你 我也不抢你 今天确实感觉RW在第二场好像真的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因为他们在前三手没有帮下路选到 女警加莫安娜的话 那后面就补一个伦敦马 感觉特别的吃力 是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 也是恭喜RNG拿下了这一场比赛 干净利落到2比0 现场的采访呢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把画面交给采访器 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SYLO采访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姿泰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RNG上单姿泰 欢迎姿泰 我其实本来有一个 首先有个问题 但是我刚刚看到你们回去的那个画面 我还是蛮好奇的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蛮好奇 为什么HUST教练 在结束比赛的时候 都会上来摸你们一遍呢 应该和他的执教风格有关系吧 就是 他的风格是什么 你点评一下 就是那种可以和队员很亲密的那一种 那孙大勇教练呢 因为我上次看到你们结束的时候 CASA好像坐在他的腿上 孙教练就比较内敛一点 但其实还是同一种风格 所以说RNG的教练都是这种风格 就比较亲密一点 可能跟选手打成一片 好 来问一问我们正规的问题好了 因为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你是 作为LPL历史上 现在已经是出场最多的选手了 你有什么感觉 觉得自己熬成了老大哥吗 倒也没有 感觉自己还还蛮年轻的吧 觉得很年轻 操作也还在状态当中 那你觉得历史这么久 从联赛的初期到现在 无论说是中单也好上单也好 可能都留下了你很多的足迹 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位置呢 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特别喜欢上单的 因为上单也有很多中单英雄可以玩 现在 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可能现在比如说像蛇女啊 然后还有 其实跟乌鸦这个问题 我真的很想问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我是有采访过的 而且你当时是很心机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心机啊 你说乌鸦当时是上单食物链 最底层的一个英雄 不是很好用 但是你一直都在用 然后今天呢 你第一局把乌鸦放给的对方 然后用了一个青钢引 你觉得这算是一个counter吗 还是因为你可能是一个 乌鸦的一个比较熟练的选手 所以用起来可能更好的 可能别人用起来 你更好的压制对面呢 因为我自己对乌鸦的理解 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真的吗 为什么 是因为曾经S2的时候 有一个跟乌鸦的奇缘 所以觉得缘分很深吗 是有很多缘分 因为在乌鸦刚改版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啊 我春天好像来了 然后觉得现在用的怎么样 现在感觉用乌鸦也很顺手 然后对抗乌鸦的话也是很有信心的 那今天确实我觉得你今天第一局 在对抗乌鸦 无论说是第二局 在用乌鸦 也都是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高超的技术 那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可以看到你们在最后的时候 你四一分蛋用青钢引 推掉了门鸦塔 你们的队友放弃了打第二条大龙 当时你是为什么会选择 在他们打完团的时候 TP到上路去帮小狗 去阻拦多音币呢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给吸血鬼成功回到家了的话 其实就没那么好结束对面了 但是那个吸血鬼 一旦把它就是收掉的话 我们后面可以做超多事情 而且在第二局的时候 我们在PP的时候看到 你们选到了乌鸦和蛇女 其实我们当时都在猜 蛇女会不会可能是打上单 因为在之前 LCK季后赛的时候 SKT对战 KSV的时候 是有用过蛇女 来对上船长的 那你觉得蛇女这个上单英雄 现在表现怎么样呢 蛇女这个英雄表现还算可以吧 不过要看选手 在后面其他队 在对阵我们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是这样的吗 可能会有蛇女大招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接下来呢也想知道 因为就是在之前可能很多人都比较担心 RNG的狭落组合可能会是一个 比如说不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组合 在你们队来说 但是今天却是用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效果 也是打出了很好的可能团战也好 对线也好 你觉得是因为你们最近有一直在苦练这个组合吗 其实我们小狗和小明两位选手 玩狭落都是玩的特别好的 之前藏一下嘛 之前藏一下演给你们看 好 接下来也要想知道 因为4月7号是你们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 那4月5号是小狗的生日 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怎么庆祝一下呢 据说是有个派对 有派对吗 我还是蛮期待的 而且好像每一次你们在比较重大的比赛的时候 亲友团都会亲临现场给你们加油助威 是约好的吗 还是说你们需要这种buff呢 目前好像他们来了以后 胜率还不错的样子 是这样的 可能是幸运之心 那我们期待呢 可能RNG在之后比赛当中 可能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也期待你们可以有更好的发挥 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的就是本场的幸运观众了 4排14座 10排21座 6排16座 1排15座 以及13排14座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画面交换给今天的二位解说 谢谢姿态带来的财务 姿态确实还是挺骚的 姿态这个人感觉嘴里没一句实话 是吗 今天就来放烟雾弹 我们藏一下嘛 乌鸦我理解最高的 反正大家也不要信 不要信就行了 我觉得相信其他的对手也不会信的 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这样比赛姿态的表现 因为两场都在对线期 是不论从半peak的压制 就hunter peak也好 还在对线的一些操作上也好 我觉得都是压制的啊 刺激的今天的对线学打得不错 而且他确实对乌鸦的理解有两码刷子 而且这个人他的4腰确实一直有两码刷子 是的 今天没有想到两场都是2比0啊 然后WE是战胜了VG也是2比0 是的 今天的话VG确实两场也是在中午期的问题吧 是的 挺大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拿下来之后呢 这个苏宁给面 我看一下啊 W现在应该是比较稳 就FCS跟那个京东的话就是理论可能吧 因为苏宁跟京东他们在 在最后一轮啊 他们面对都是很强的对手 对 一直面对IG 一直面对RW啊 看一下这两个电商 究竟谁能搭上GEO赛的末班车啊 这也是很期待的 说实话 昨天的SNG和京东Gaming的比赛 京东Gaming最后的让一追二之后 SNG的这个位置啊 还真的是很微妙 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对不对 因为SNG在近期的几轮赛程里面 有了一轮大的爆发 特别凶 来看一下 没错 这就是我们说的明天的关键比赛 IG对阵SNG 哇 苏宁要想在IG面前啃下这一分的话 好难啊 明天的比赛有看点 东西部的扛霸子 教育小弟 是不是这么说 就是跟那个季后赛边缘队伍 哎这还真的是就你 如果你不能战胜我们就本组第一的话 去GEO赛可能也不能走得很远 不如让我来历练你们吧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就两个大哥就分别拿着什么80米的大刀 就在那等着他们了 而且这个据不确定小道消息 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一个首发名单 对就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首发名单 就明天EDG对阵方普拉斯这场比赛里面 辣个男人 就大家现在已经很想很想他了 哎 明天 我算一下我算一下 辣个男人明天如果回来 他那场比赛如果能打满三场的话 是不是就把姿态的技术又抄了 好啊真实 是吧 反正现在这两个男人都是我们 老将 LPL的真的是老将 是的那希望明天的比赛也是如今天这般精彩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会有两场这个排行榜顶尖的队伍 精彩的较量 所以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晚安